视频开始,我们来玩个小游戏,问什么水果最忙,如果你能答对我就喊你大宝贝,在作词方面,这老外们是最有话语权的,在海边的沙滩上挖了一个大坑,然后带着各种零食就躺了进去,顺道还在上面铺了块木板,让外面的朋友帮忙用沙子盖起来,这么做是想体验在沙坑里过夜的感受,刚开始他还爽到飞起,可到了凌晨,小伙就有其后悔了,海水涨潮,沙坑渗水,没人帮忙,使劲了全身力气都推不开木板,好在小伙灵机一动,从侧面进攻, 这才让他捡回一条命,可就是这样的经历,都没能让老外们停止自己作词的脚步,这不,又一位老外居然要挑战,在巨石中生活一个星期,他莫非觉得自己是孙悟空,往巨石内塞满了食物和水后,外国大叔就在大家的见证下,进到了这个狭小的巨石中生活,八天的时间一晃而过,大叔终于能重见光明了,巨石被打开,大叔的精神状态明显不是很好,略有些痴呆,甚至连正常的走路都有些难,好在经过调养后,大叔恢复了状态,只是对于自己在石头中, 如何进行?